第二七题有关于家庭用电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家里的用电的电路基本上是大家都是并脸 所以选项A呢是错的 那保险师要能够保护电路 所以他要跟我们的电路保护电路串联 这样才会电流一样 才会保持我们的电流不会过大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家里用电的是交流电 交流电就是他的电流的大小及方向 会随时间而改变 所以选项C呢也是错的 那么因为我们家里的电路是并脸电路 那么并脸电路总电流是分电流相加 所以我们的分电流里面的电气如果越多 的电流如果越多 总电流就会越大 所以选项Z呢是对的 所以第二七题问 有关于家庭用电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Z 电气越多时总开关处的电流越大